拍些海鮮,Sam哥拍了很多 我拍些農家菜,地道的客家菜 大家先敬佛 喂,Hello,Hello 我是在歐洲住了23年 然后现在过来我们这里的养老 因为这里的环境太美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两个很诚实的代理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Andy 这期真的很忙,很多观众说Andy吃饭 拍些海鮮,Sam哥拍得多 我拍些農家菜,地道的客家菜 可能在这里是称得上十里银湯海域 最正宗的客家菜 我们这一辑就来到这里 芝米仙海鮮饭店 位置在哪里呢? 这里叫做鹽造贝村 整个十里银湯只有几个村 第一个是晓阳村 第二个是鹽造贝 第三个是船奥村 第四个是黄布国村 就是四个村 这一带也叫做阿婆国 阿夏阿婆国 脸山镇也属于 脸山镇也属于惠东 大概是这样分布 这个呢 十里银湯 这里位置在哪里 稍后我会在高德地图 地图上述一个图片给大家知道 我现在在这里指一指 大概你如果来这里是怎样来的 OK 这里这个块就是十里银湯二旗 三临海 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旗 三旗 海翼弯 还有爱琴海那块 你如果是坐车 你一下车之后 你可以很多高与夫球车 因为你自己来找 行路找就比较麻烦 比较难找得到的 但是你一下车之后 你就会说我想去那个 滋味鲜海鲜饭店 然后有些是五元有些是十元 一般都是收十元 叫他车过来这里 就是很正宗的客家菜 那你就可以过来吃的了 找Andy就免费请你吃 哈哈哈哈 主要是带你出去逛逛 今天我们很高兴 越来越多观众 认识我们 跟我们在这里招呼 我们依然很疫情 招呼大家一起吃饭 只要你不介意 我就很热情地招呼你 因为跟我们买楼没所谓 因为他说 没办法 之前我们做YouTube 是做了几年而已 有些不是地道起道 长期抱的 可能真的找不到 很多好东西带给大家 我们终于回来 我就会拍拖一些美食 有什么食物放在YouTube 介绍给大家 因为这里的商家 非常好 好像吃农庄 你打个电话 留个电话 他就会过来车你 过来这里吃的了 转头 但这个就比较忙一点 因为一家人做 不一定会有 到时我都会放电话在下面 想吃饭的 自己打电话去 想免费吃饭 就找Andy了 OK 我们现在就进去 因为他就是一家人做的 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这里的出品 就绝对是够新鲜 还有够锅气 特别之正的 可以看到了 这里就是这么大 又没有太大的招牌 对不对 但是往往这些地方 会吃到这些很正宗的客家菜 还有好吃点的 进来 这个就是老板的妈妈 这个是 哥哥就是 还是弟弟 这个是哥哥 这个是弟弟 记住这两个 拆头 知道吗 煮得很好吃 肥房内部 我们就不参观了 因为做好东西给你吃 那就OK了 这里有一个房间 仅似一间 是吧 我们菜就想的部分 我们一起 大声招呼 喂 哈啰 哈啰 这个就是王先生 今天遇到我们 一起一起吃饭 吃吃吃吃吃吃 这个就是 施先生 施先生 然后从 在欧洲住了23年 23年 现在过来我们这里的 养老 因为这边的环境 太美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有两个很诚实的代理 哈哈 很诚实的代理 讲义气 对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的 对 我感觉能够遇到他们 认识他们 这是我很大的一种幸运缘分 我们也很日勤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还没有给他们做生意 嘴座太难事了 没什么 没有 那个没关系 关键的是我们呢 你要从那么远过到来呢 虽然都是华侨啊 但是他也不是这个广东 就是 instituted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肯定要带你们除了房子的信息 以外呢 美食啊 去到这里玩啊 对 大家一个闲聊了 而且他们重复体现了 米南文化的人文 非常高等 对 多个今天吃的菜都是传统的灵感美食 评价一下 评价一下这个味道 黄山 多试试先 这个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广东这边在海上捞上 很新鲜 很Q的 很平坦 在欧洲吃不了 西山在欧洲呢 匈牙利 匈牙利 那就住了20多年了 匈牙利没那么成熟 我在德国 爱尔兰 匈牙利 都是欧洲的地块咯 那跟国内肯定就不一样了 因为也怀念国内的很多地方的美食 对 我特别喜欢广东的美食 我在家里面10岁开始做菜 给家里人吃 所以我知道菜的好坏 我做了50年的家庭厨师 对 黄山 你帮忙评价一下我们的菜式 你试一下 品上一下 好了 刚刚就 菜上齐了 我们再錄一下 陆续戒一下 这个是客家炒粉 是真的吗 对 对 试一下 试一下 炒粉哪里都有 但是那个火力够不够很重要 控制那个火力好 好 师生虽然呢 长期在欧洲居住 之前一直都是老家上海 所以都是讲国语 我们王先生就 香港来到香港人 有一个鸡蛋叉烧 青菜 葱 瘦肉 哇 很多材料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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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肠焗排骨呢 好正 好入味 那个不是 是排骨 跟那个 猪的那个 猪的那个 猪排骨 猪排骨 味道很入味 味道很入味 师先生 你不要一直吃啊 你要点评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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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咸蛋控制了 这个咸蛋就是 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个视频就很开心 然后这个 这个炒粉就是客家的一个味道 它也跟那个 炒菜炒果条啊 嗯 又是一个味道 所以的话就 挺不错的就是 啊 这个 这个 非常Q彩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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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大的作法呢 呃 豉油王呢 叫美极 美极豉油王 那样 他又 他又 他又不是用那种 呃 或者是我们的白灼啊 有另一种食法啦 是吧 那么够大隻啊 所以呢 真的回到这边 真的值得来一试 那一看到 莫气都 很有莫气 是吧 有没有试试啊 唐先生 刚刚一来我就已经 这边呢 鸡肉呢 必点的 鸡肉 你试试鸡肉都可以 鸡肉 鸡肉 这个叫焗鸡 这边要焗鸡 对 焗鸡 一定要鸡腿肉啊 哈哈 鸡胸肉 鸡胸肉 它很正的 好正的 因为那只鸡呢 它自己养的 有运动的 这个豆腐好吃 豆腐啊 特杂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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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头口已经爆了 鸡味 好正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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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版本 这家人就一家人做生意 因为这家家人就比较纯补 就是你点到这些菜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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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在锅里面先煎 煎了以后骨头就会化了 煎出来的鲜味 这个汤才能熬成白的 煎完以后要加开水 不能加凉水 一摸一吃下去就知道它的工业 这是煎出来的汤 食家来的 不是调出来的 即是回到来 这个或者是广东也好 或者是哪个城市也好 每个地方都有个美食 这边呢 惠州真的值得过来逛逛 因为畢竟接近我们的香港 这个菜兰的地方 我先进去 他以前做这个节目 非常喜欢他 菜兰在各大的美食界 他都有一个海报 在广东这一块 很多人一见他的海报都知道 这个叫菜兰 真的 真的 在广东也很有名气 特别的食肆 如果可以把它做上去都会旺很多 是的 他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又不好吃 他的面色已经显了给你 是的 他的身材料已经说了给我们 是吧 我们没有菜兰的level 只能按我们平常的一般市民的 那种 评价 是吧 好吃与真的难吃 我们都会说的 这儿实际是一个 十分之 经济实惠 原材料 新鲜的一个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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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我们就尽可能 有些观众 看到我们 或者怎么样 细声嗨 那有机会给Andy 请你吃下饭 是 我们就将这儿的 更多资讯 提供给观众 嗯 关注Andy频道 那个 希望有更多的 这个业组 未来的业组 到Andy这边来 他跟你老板 他们都是 非常诚信的 中介服务 那 我们要做 求碑 我们要做 求碑 这个最重要 我可以做证的 我今天在街上 碰到两位 招呼之后 聊完一会儿 相识之后 接着就邀请我了 那我们呢 就比较喜欢交朋友 是的 就不用我们 做事在这边 就不用说 一定有利益 才可以做朋友 是吧 就不是给暗口费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这些是真实的报道 不是说请回来的议员 还是怎样的 那就是这些 就是普普通通 我们也都普普通通 对不对 就是相识相逢 就是一种缘分 是的 是的 回来的 看到我们的频道有用 就订阅 大家多点出去走 因为我们时不时 在我们当面那里 玩些烧烤 喝茶 有多些资讯 就给多些观众 是吧 我们出海游 还有呢 你几时出去撈海先 诚哥 撈啊 我直头打算 现在好像禁如期 禁如期 禁如期 就是我们不搞那些 除掉 可能麻烦点 我们要大批量 应付不够那些 不够缺货 我打算拖网的了 要拖网才行 哈哈哈 拖网才行 是的 那就是呢 我们呢 惠州这边的海域 那些海鲜 都ok的 水质 虽然呢 就琴不上很多名声的地方 但是呢 整体是合格的 是ok的 但不是第一名 但是可以是过得去的那只 是的 那希望呢 就带多些更加多资讯 给各位观众 是 那这一辑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辑的话 就看下有更加多好吃的东西 就带给观众 OK OK 我们一起跟大家说 good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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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